這次進攻犯規 曾文鼎 這次決定要來挑戰籃框嗎 收球 剩下6秒之後的進攻 從對方的胯下 把球傳出去 這球怎麼傳的 哇 這是胯下傳球啊 在這樣的時機點 他還有辦法說出這個判斷啊 哇 又一個超級 這樣這場比賽可能要定調啦 哇 曾文鼎要成為這場比賽的MVP了 哇 太不可思議了 他應該是唯一一個MVP 不用用得分來證明自己 這幾球完美地詮釋了他的價值 對 剛剛在6月1號 幾獲千金的曾文鼎 哇 在關鍵的時刻 真的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尤其那個傳球場再看一遍 怎麼樣從防走球員的兩腿中間可以傳過去 對 而且 重點是現在比賽的張力 這麼強 然後你一個球的失誤 也許就會成為這個比賽的轉捩點 他還可以大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去 傳出這麼漂亮的助攻 大家的心率可能都飆高 只有曾文鼎維持非常平靜的內在 我們先看前面的空切 完全就是用腦袋在打球 你看不管他的得分 助攻 基本上都沒有消耗到過多的運球 接下來最後這一個 哇 哇 那位的蹲的不低嗎 我覺得蠻低的 是 突然感覺胯下一陣涼 涼涼的 對 哈哈哈哈